大家好,我是Mira 話說我還有一個多月 我就會搬走了 很捨不得這間屋 這間屋我住了兩年 其實我非常喜歡這間屋的設計 但因為我的新屋 我也不知道會否保持這個風格 雖然我的家屬很新的 其實基本上我全部都會帶走 暫時還不知道 會否沿用這個顏色 想讓大家看看 看看這間屋的最後一面 然後我記得上次拍完 這個改造後的房屋之後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有問 那些傢伙在哪裡買 所以今天就想一一和大家分享 還有我想順便分享一下 我在韓國是用哪幾個平台 去賣傢伙 我覺得因為最近大家經常留在家 可能日對夜對家都會覺得很悶 可能想轉一下擺設 或者加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一些 文青、韓系、乾淨、小青、新風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之後下來會介紹的三個網 你不會發覺 搬的時候 就開始不想理這間屋了嗎?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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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就要分享 我最喜愛的客廳 這個位置 其實是整間屋最美的 都只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用的網 全部都是韓國的網站 非常抱歉 只有韓文 可能真的要認識韓文的朋友 才可以真的應用到 之後會說為什麼大家可以參考 首先呢 整間屋我買得最多的 就是Coupang這個網站 Coupang基本上是 全韓國人都會用的網購 這兩個小掛畫就是Coupang買的 但是因為我通常買東西 我都會喜歡買一些比較 親民價錢 因為我不知道每一間屋我會住多久 有機會一年 但有機會兩年 因為我知道傢俬一搬走 可能會散 所以我喜歡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所以都是便宜的掛畫 這個其實是一塊布 我就用了Bluetek去貼那塊牆 純實因為我覺得太空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然後就是這個三人梳化 因為如果大家看我上次的room tour 應該會看到是小的那個梳化 但是因為那個梳化實在太小了 反正我在這屋應該還要住半年 如果半年我都坐在一個不舒服的梳化上 應該會很不舒服 我就買這個梳化回來 誰知我一買回來 我就每天在這裡睡覺 我都整天不回房 然後這張梳化現在坐了半年 但是還是非常新的 它是這樣可以拆出來的 就是它這些餡料是可以拆出來的 然後這些套又可以拆出來洗 它這裡有奶鏈 因為之前上一個梳化我是有蓋布的 但是這個我就覺得 反正它也可以洗 所以我就直接不蓋布 這個梳化當然就會搬到我新屋 期待 然後過來旁邊 就是這個小角落 這張椅子 其實它本身 算不算是椅子呢 它是一個小樓梯 我本身買回來 打算放在圓關位 我穿鞋可以坐 但是後來我圓關位 被我堆了很多鞋 所以這麼無謂放 我就用來放這個 裝飾它 然後這個椅子 其實也是Coupa買的 因為我覺得無論屋有多漂亮 如果照明是不夠光太暗 其實整間屋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的屋會看到很多燈 就到這個了 超喜歡這個花紋 這個開始就是 叫做Decco View的網上買的 因為其實在Coupa買得多的時候 就會開始發覺 因為它太多種類 所以款式上可能會差一點點 它跟這個 可不可以是窗簾布呢 因為它太短 所以我就用來遮住門口 撞了一個自己喜歡的花 是很難的 但這個我超級喜歡 所以我買了兩塊 然後這個呢 暗地裡多人問的 這邊可以掛東西的 這些也可以 其實它是 這樣 就拆出來 其實它只是這樣貼上去 好 這個也是Coupa買的 然後這些星星燈都是 全部都是Coupa的 貨仔 然後這些假草也是 又是超便宜的 不知道3000還是4000 全部都是便宜的 我是精打細算派來的 這個就是加濕器 那我通常就是 秋天 冬天才開的 因為現在夏天 外面下大雨 是真的 我現在要開冷氣去吸濕 因為現在我這個家是14坪 所以 要容量大一點的加濕器 我才不需要每天加水 因為每天加水是很麻煩的 我多數是連續開著 然後它可以大概兩至三天才加一次水 我覺得非常棒 而且因為它夠高 它的濕器就可以在這個洞裡飛出來 我們人是這麼高的 它不會永遠都在我們的腳 然後呢 我這棵小鹿 專賣植物的網站 買11萬萬 其實它是大棵 它不算貴 Coupa那些其實都好像有得買 但可能就要等幾天 然後這個是空氣清淨機 是CoVe的產品 然後就到這個白窗店 我的舊觀眾應該也會有幾億 就是我之前住的那間舊屋 一屋的時候買的 我覺得任何色的窗簾 都要配這隻 雪糊窗簾 這個也是超多人問 這個鐘 我無論在Gmarket或Coupa 任何一個網購站 我知道打時鐘 我就會看到它 國民鐘 在韓國來說 這個椅子也有很多人問 這張椅子 這張椅子是Daiso 五千萬 我也很喜歡它 這個椅子也是Daiso 我很喜歡這些 擺設 我個人的 剛剛這個就是國民的時鐘 這個就是國民燈 因為它超級便宜 它是萬... 九萬八萬 然後有N的顏色 基本上至少都會有一盞在家裡 而我家裡有兩盞 還是三盞? 兩盞 應該上屋會再多買幾盞 然後我們回到這邊 然後這個小沙發 這個小沙發 都是在Coupang買的 它雖然是錢灰 但我覺得這個錢灰 跟這個環園價格不入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塊布子 它也是一人沙發 我不知道 但它CP值真的超級高 其實它是很錯過我這張三人沙發 如果韓國的朋友要買一人沙發的話 非常建議推薦大家買這張 真的很舒服 Gina每次來都是坐這張 超舒服 我是完全不想坐其他椅子 我這個已經取代了 它這些腳全部都是可以拆的 如果你想高度低一點的話 你可以拆走它 這張多少錢? 好像五萬多瓣 而且我覺得尿尿OK 它是不算容易爛的 而這一張就是 梳化的一部分 但因為我的廳環境太小 所以我就唯有把它爬在這裡 但搬了新屋之後 應該就可以一起連住 然後就到我們的地毯了 這個地毯 也是在Coupon買的 純粹是覺得用了太久 正式的地毯 想加少許化巧 所以就用這個地毯 其實就跟一張雙人床一樣 是這麼大的 因為如果你的梳化 和廳有差不多大 但是地毯太小的話 視覺上就很奇怪 所以 有時地毯大 反而會令整個環境看起來更大 啊! 這個Coupon是 都是Coupon買的 普通的Coupon 全部都是這樣 正方形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想懶特別 後來不是一個正方的選擇 因為 太多Coupon都是正方形 所以出的Coupon套 都是正方形 所以大家都可以買 正方形好一點 要介紹這張桌 這張真的是國民桌 尤其是這個形狀 腰果 花生 芒果 芒果形狀的桌 四、五萬 看看是哪一個購物 Coupon有得賣 我之後要介紹的網站也有得賣 但我選了一個最便宜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既然看起來應該差不多 那為什麼不買最便宜的 但我覺得有一個不好的就是 因為其實它是木 它只是上了一層白色的油 有這些刮痕 用東西不鏡石的話 好像我這樣 其實遇到會有這些風險 然後我這張椅 這張椅也是國民椅 因為韓國人很喜歡用白色和木的組合 這張圓桌 又是國民桌 兩個尺寸 小的就是60cm直徑 或者是80cm直徑 我這張是80cm 這張其實我也覺得有一點小 因為我本身是預計了 可能兩個人這樣坐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在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又開電腦按東西 或者有時拍電腦 我就會放電腦在這裡 就會覺得有一點點逼 因為其實我本身買這張桌子回來 是會吃飯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在那張茶几吃飯 對消飯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長期 這張桌子我就在第二個網上買 叫做 就是韓國的一個幾受歡迎家品網 待會再詳細跟大家說 這張桌子好像是8萬元 這個兜兜是Daiso出品 認不認得 是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花魂來的 這個紙巾盒 超漂亮 我給大家看 直接包飾 但是不同品牌 然後兩個我都是在 Onure寺買的 因為如果你不用 這個紙巾盒的話 它就會這樣 整個破壞了氣氛 是真的必須的 然後呢 Ryan就在Cacao Store買的 這張椅子好像是Couping貨 假扮皮 其實它是膠 這個也是Couping 這個就是韓國的一個文青品牌 是On給我的 這一塊呢 我和剛才那塊蝴蝶布 是同一個網上買的 我在那個網上才發現到 這麼漂亮的布 窗簾 這個叫Karige 因為如果是Couping的話 其實真的比較難找到 所以如果想要少少特別一點的話 就要去另外一些網站 但是當然呢 價錢就要貴一點點 今天呢 會給大家看的就是這一邊 因為 我整個聽證是覺得這一邊漂亮 而且我猜大家都是喜歡 我這一邊的設計多一點的 現在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常用的網站 還有它們有什麼好處 還有為什麼我覺得可以 推薦給大家參考 首先第一個網站想和大家推薦 就是剛剛我也有說過 就是Decor View 其實它也是一個算是家品 它這裡也寫了 Total Home Styling and Design 其實它有的是什麼呢 床具窗簾那些 這個是地毯 廚房 布料用品 這個是浴室和一些小生活用品 這邊就是一些Home Decoration 韓國會稱Home Decoration為裝飾品 譬如是鏡子 或者是照明 鐘 這邊就是一些收納用品 架式 譬如是梳化 床具 這邊 家電 這邊就是小朋友用品 通常韓國的這些網購 逢周末都會有Discount 其實我一開始為什麼會知道這個網呢 就是因為我想看窗簾 還有我想看一些布料的東西 然後我就上網找 然後我就看到Youtube人 就說Decor View 然後他們就買了一些很漂亮的窗簾 譬如 這個棉類 然後它就馬上會有一些這樣的設計 為什麼它的Pattern是比較精緻的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是不是很漂亮啊 你看看人家拍照拍到這麼漂亮 你就覺得很有質感 然後你怎麼可以不下單買啊 對不對 2,9萬是ok的 算少少貴 因為它長度不是那麼大的窗 我在整這間屋之前 原來我是比較集中想找窗簾和地毯 然後我就覺得 哇 超漂亮 而且我覺得韓國的這些家品網 最好就是他們會把所有的產品 混合得很極致 我覺得 怎麼可以不買啊 然後覺得我家好像跟它差不多 我可不可以買這塊地毯呢 但是呢 真的偏少少貴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圓形地毯是特別貴的 如果正式的 好像我這個尺寸 150x200cm的話 20000W就可以買到 那差很遠啊 這個幾倍 但我覺得是因為可能它設計 我不知道是不是手工制 或者是它 可能圓形CUT出來難CUT 不知道啊 但是圓形是真的貴一點的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如果有人知道為什麼 可以跟我說 我就很想知道 然後這個網 我覺得 挺有質感的 Interior網 雖然只有韓文 但是我覺得大家 看圖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Decoville其實會在Coupons 裡面會有一個 商店 所以其實在Coupons裡面 你也找到Decoville的東西 你有沒有時間 去找到 那麼多 然後第二個網 就是我三個裡面最常用的 就是這個 Onureju 就是剛才我的圓桌 就是在這裡買的 其實三個網頁 都會有APP的 其實我覺得用APP 或者是用網 都很方便 這個是它的主頁 你就會看到一些很漂亮的設計 韓國人 他怎樣設計一個家 他會有一個Page 是你可以自己 加入完 然後他會Post出來 Post他自己的 家的設計是怎樣的 然後你就可以參考 怎樣設計家 真的超棒 譬如這個 他就Post了這張照片 譬如我剛好 我想找圓桌 然後我就會直接被這張照片吸引 然後我就會看看 34屏的Apaman 本身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做了 重新裝修 然後就把他們家裡變成這樣 這些東西是人家實際用家買回來的 買了回去 然後他們的Rebuild 然後大家看不看到這個家 因為其實呢 說真的 我第一兩次用這個網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複雜 我就想 咦 我明明想買一張椅子 但為什麼按來按來按來按不到呢 但是 很好 他這裡有個加號 直接Show了 他這張椅子 你就可以直接Click到 就可以直接買了 如果你要買的話 你看這個 搞到整間cafe 那麼厲害 然後你 滑鼠移一移過去 然後這棵假樹 你又可以 立刻Click它 那你可以立刻放在購物欄上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每個用家的配搭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在幫你選屋 然後構思你的設計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參考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真的非常之好 我覺得反而 有這些用家照片呢 給他就這樣是 他的Shop拍的圖號 那他這個網是所有家品 所有家具都會有齊齊的 所以如果你去瀏覽這些網站 其實真的會 一天的時間很快就用了 然後這個網呢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按這個 Sajin 這個位置 相片呢 他還有可以讓你去選 你可以選 你家屋的 類型 譬如韓國很流行就是 One room 就是一個 開放式的Studio 這樣 你一click進去 他就幫你分類 譬如你是要去看睡房的 譬如 我的睡房是未夠十平的 那就選未夠十平 你想要 Modern 北歐 Vintage 自然 韓國 亞洲風 或者一些很unique的風 你全部都可以選 譬如我選一個 classic 我最近喜歡這些classic 我覺得很關心 會做classic 對 你想要一些復古的東西 但是又想要白色的話 其實出來的效果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我啦 我就覺得不是特別漂亮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想一下 你改顏色 想一下 其實你是不是不喜歡復古類型的東西呢 但是他也會有少少貴 可以接受 因為始終你在他的網上 你可以有這麼多的參考 如果看到那個product 覺得 其實可能Coupon也會有 我就可以先找到 然後找到最便宜的 如果真的沒有 想不到他才在 真的沒有他才在 然後第三個網站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就叫做 Jipgumigi 你也會看到有些家具 家電 布料 廚房 好像小一點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少用Jipgumigi 哇這個電影很亮 我在Coupon是從來沒有見過這個 很亮 還有5萬W差不多 我一直都以為 Jipgumigi OnureJip 這些Interior的網 是很多韓國人都知道 但原來不是 剛剛Jino跟我說 原來有很多韓國人都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 其實他們兩個都很紅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們 都是有YouTube Channel 因為我在YouTube上面 我就會打 Interior 其實他第一 二個推出的 就會是OnureJip 然後是 Jipgumigi 他們是有Channel 然後我很喜歡狂看他們的影片 如果網站來說 我就喜歡用OnureJip 但是如果是YouTube的話 我就覺得Jipgumigi比較好看 你會覺得是Dream House 然後你 嘩 好想學他 你看本身是這樣的 整個改造過程 其實兩個Channel都會這樣做 但我覺得Jipgumigi會吸引一點 好漂亮 你看國民台 又是出現 還有大部分都是用白色的窗簾 你看他們真的很認真 他們是真的這樣做這些圖 他們是真的會幫客人設計 真的幫客人改造 我真的覺得 雖然大家可能未必吃韓文 如果大家對室內設計有興趣的話 我真的覺得可以參考韓國的網 你就可以有很多靈感去湧現在這個路上 雖然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有時在家裡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就不忽然會停在這裡 然後就在這裡 這個位置會不會可以怎樣去變呢 我覺得是因為我看得太多這些片的關係 變成一個習慣 還有我覺得不知為什麼看這些室內設計很療癒 已經好像滿足了你的心靈 一個月之後我搬屋 我就打算 不知道搬屋當日會不會容許我這樣做 我希望可以先拍攝時間 整個搬屋的過程 如果可以的話我就這樣拍給大家看 好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